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评论老师猜猜哪个是老大 来 几位看看 谁是老大 就是第一个出场的是你吧 右边那是老大 明显不是老大呀那个 最右边 这边 最边上这个 一看就不是老大 他最后一个上场 你知道吗 我们猜猜哈 咱一人说一个就从左边数 这样排 第几个是老大 你们也别说 我们来猜 好不好 我猜第九个了 我也看看啊 当然咱猜猜着谁 谁心里肯定不得劲 他觉得我 对呀 你这是得罪人的时候 我先说一个吧 我觉得左边第二个是老大 就这个是老大 我觉得这是大姐 我还真是认为就是最右边的这一位 那一看就不是大 那多小啊那孩子 你从上面看得清楚 我这远看不见啊 那个小 那个 我觉得那个小 我觉得这是老大 李军老师也觉得那边是老大 他是最后一个上场的 你知道吧 他上场的顺序我觉得有原因 你这上场 最后一个上场都是最大的领导对吧 对吧 我是这么猜的 吴老师觉得谁是老大 我刚才也觉得是应该左边咱俩猜的一样 我觉得左边第二个 老大 但是他们没大有什么差别 你说他们都是一年的感觉 都是人性 我这儿有啊 他们一岁两岁的 我跟你说 我给大家个提示 最小的是25岁 最大的是39岁 跨度是14岁 这里面真看不出说能又差9岁的来 更看不出能差14岁的来 都像25岁 来吧 咱自己站住 谁是老大 请向前一步 耶 哈哈哈哈 你怎么能是老大呢 你是老几啊 老二 您多少岁 我37 老大是39岁是吧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您俩就是二嘛 对 你俩也没猜错 就是二 不是 她这个 当时说谁是老大的时候吧 这个 从这边数第二个 这个老二现在是她是是吧 哦 她就一直和那个地方很端庄的 不是 她的站姿和大家不一样 这边都拉在手 对 你感觉她就是老大那么多 气势 知道吧 你这自己给自己刨坑是吧 老师要是猜对了的话 老师会邀请在座的一位评委走趟秀的 根本就猜不上老四 咱先猜老小 猜不到 很难猜 咱先猜老九 老九 老九是年纪里边最小的 对 说话的那个就是老四 咱肯定不是 他说就百分之百不是 咱先猜小的 老九是谁 老九有可能就是站在大姐旁边那个 对 她是第一个上的 是吧 她 我猜是她 因为你那个六号到边是第一个 不是她 就是这边的第一个 这个绝对不是 这个是老五 这个话多的一般是偶数 大伙觉得哪个是老九 几号 六号 六号 想写着六号 带牌了那个 有六 那是最小的吧 是不是 来 老九 请向前一步 我得娘 哎呀 我们摁着那老几说了半天 您是老几啊 右边第二个 老五 那是老五 老五 这样 咱们按年纪排个 排个队形行不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排过去 好吗 老大站 老大站那不动 然后老二往这边排就行了 我们看看这个 你说他们自己会被忘了 我说他老四吧 我说他老四吧 哎呀 李老师你太厉害了你 这老四你总得塞得着你 我刚才给李老师扎眼了 扎了四下来着 哎 哈哈 我没带亲 为什么一直生九个 老四跟我们说说 其实要九个孩子 应该 母亲他们还是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 最早的时候是还是想要一个男孩 养儿防老的那种思想 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就一直生 关键是这个 确实你爸你妈的运气太不好了 不是 你想象那个画面太凄凉了 老头来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 原来是认为运气不好 生了九个都是女孩 现在来看 他们俩是运气最好的 九凤 九个女孩 关键问题是什么 九个女孩还引来了九个女婿 对天天小酒小烟伺候着那多好 你想想大年初二回门的时候 这九个一人领一个回家 还有孩子呢 再加上一人带一孩子 这就三九二十七 对二十七个人 干一再有个双胞胎呢 我们都有两个孩子的 还有两个孩子 你跟我说吧 四九三十六个 这姥姥姥爷压岁钱得给多少 老头老太太干一年全给出去了 当年没法穷 现在给压岁钱给穷了 你们九姐妹 估计在你们这个周围 多少里之内 这都是最多的吧 兄弟姐妹 是最多的 没听说过比你们还多的 那个年代 在我们那边嘛 也有六个七个的 但是他们都送人了 我们的父母 还有我们帮我们养大的 外公外婆 就是宁愿自己少吃一口 也不想帮我们姐妹几个 有其中的一个去送人 哎呦 这点不容易 老爷子老太太 不容易 我看看这个年龄 跨度十几岁 你们的审美 都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这个你们都觉得 天天在电视上 看的这几位平衡老师 谁比较帅 当然是五二老师了 你这话太伤人了 五二老师 您太太没来吧 你说田辉吧 您太太没来吧 田老师在家开孩子呢 我老公也没来 刚好 你是老四 他是老五 你喜欢这个是吧 还有谁自高奋勇 来说一下 好 我非常喜欢 孙亮老师 两眼镜 我喜欢李军老师 你口味挺重 老大 老大39了 喜欢谁啊 我也挺喜欢 吴文老师的 刚才上来 看到吴文老师 我都忘了怎么走了 大姐 这点都不显年纪 可年轻了 继续来 这边 我也是挺喜欢 吴文老师的 吴文老师 现在点击率最高 你这感觉 要翻我盘儿似的吧 对对对 点击嘛 我喜欢和我一样 戴眼镜的两位老师 好 我后得两票了 我喜欢孙亮老师 三票 谢谢 老八 年轻的都喜欢我 年轻漂亮的都喜欢我 你也喜欢孙亮老师 谢谢啊 就你是特别有眼光的 你不要说后面的句话了 烧带的就不要说了 你这年纪最小的 你看年轻观众 他的审美 我喜欢李军老师 因为我们俩都胖胖的 哎呀 太好了 咱这样吧 既然你们上来表演是走秀 咱们你们又喜欢 这几位平平老师 咱一人一个吧 不 仨人一个吧 仨人 形成个组合 咱们走一下 好不好 来 三位老师请啦 好 这结九个 太壮观了 真挺壮观 三个三个一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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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位前面请 四姐说说 你们年纪相仿的 就一块生活 有没有出现过 就是比如说 几个姐妹都觉得 哎 五儿不错 看上一个的时候 有没有 那肯定有啊 这问题问的多那个呀 就有 那咋分呢 咋分呢 一三五二十六呗 周六周就休息呗 这一周也没九天呢 真能想得开 你 不就是喜欢 您别多想 你看你看 显得你比较龌龊了吧 没多想 不是 我是说 他们找男朋友的时候 是不是有过这个 你是问 我问的就是这个呀 是吧 那咋分吗 他是一三五二四六吗 对呀 你说真想得开吗 人家说你想龌龊了 只是喜欢吗 我再捋一遍 太龌龊了 谁跟谁 你们分不分 不同的团体 分的 大姐 二姐和三姐 他们是一团的 一和的 小的时候穿新衣服 都先紧着他们啥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捡漏的 可能过年的时候 都买新衣服 但平时那个时候 八几年的时候 还是会捡漏的 所以说我们这三个 经常会偷穿 他们三个的衣服 这挺有乐趣的 他们家从小买东西 批发就行 买什么都可以批发 对 小的时候 农村赶会的时候 我姥爷带着我们 姐九个 基本上在那吃饭 一座两座 你们家几间房啊 怎么住 上下库吧 基本上就一个床上 睡两个孩子呗 就是我们姥姥 把我们养大的 然后大姐我 还有我七妹和九妹 是一直在我姥姥家待的 就是一直到出嫁 向我们解啥 就老九妹结婚嘛 其他的都是 养到六七岁的时候 就回我奶奶那儿 那样 但是小的时候 都是姥姥带大的 都是爹妈养的话 这玩意困难也挺大的 反正记忆最深刻的时候 应该是交学费的时候吧 每一年交学费的时候 就能看到爸爸妈妈 还有我们的姥姥姥爷 就挺为难的 就每一次到那个时候 就能看到爸爸妈妈 还有姥姥姥爷 他们晚上都是睡不着觉的 是卖了麦子呀 还是卖了麦杆啊 就是是这种的 所以父母还有 不好意思 所以父母还有我姥姥姥爷 他们一直挂在嘴上的话 就是说 没有供出一个大学生来 他们想着就是 让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能先上上学 先都有最基础的文化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么好 小学到初中 都不用交学费 那个时候是要交学费的 如果我们赶到这个年代 估计所有的都能上上大学 其实九个人能一起来 然后聊起父母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动情 眼眶都红了 说明感情很好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很难得 都是女孩 相处的又这么好 还都能体谅父母 你们爸爸妈妈 到了年老的时候 会享福的 这也是他们把你们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受了那么多的辛苦 应该得到的回报 好 来听听我们评论老师 给你们接九个说说 你们的父母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生了九个女孩 还是刚才那句话 苦日子过去都过去了 对不对 新的生活早已经开始了 我也相信 现在你们的家庭 一定是最受人羡慕的家庭 跟过去不一样 是的 以前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呀 我们都好多小妹 他们都是藏着的 就是不是能够这样 站在大众眼光之下的 对 甚至说走老了家 走亲戚家 要分批走 妈妈要说 你们三个先偷偷走 走上一会儿 我们三个再偷偷走 不能让人家看到 那么多孩子 虽然说 咱们不吃人家的 不喝人家的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异样的眼光 对 那个时候好像孩子多 就是一种穷的象征 所以我相信你们九个人 可能老小还好一点 从老大开始 那个滋味不舒服 尤其是对过去那个日子 那种滋味真的不舒服 但是 那就不叫事 都过去了 现在多好 看你们九个人 站在这个舞台上 一起展示 我想 做爹做娘的 看到你们表现 一定是最高兴的 是的 老师 我们姐妹九个 能登上这个舞台 也是为了我的爸爸妈妈 今年66岁了 我们不管走得怎么样 不管晋级不晋级 我们姐妹九个 就是献给爸爸妈妈的 一个礼物 对 而且这是最好的礼物 也祝愿你们的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 九个人往这一站 光鲜亮丽 我率先投出 我的一票 有一票给你们 谢谢 其实刚才大姐说那话 说特实在 真的说才艺 可能真的一般 但我在突然想起来 今天是我们 第七季的第一期节目 如果我们这个节目 有第九季的时候 你们九个人 再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再成为我们 第九季的形象代言人 加油九凤 我们是到了第九季 我想我们这节目 一定会特别特别欢迎 今天我想我们 可能不能给你投出那票 但是我们可以相约 我是大明星第九季 我们再见 好不好 好 谢谢 挺好 我挺喜欢这 这九姐妹的 我觉得这九姐妹 刚才说的话挺打动我的一点 就是原来是 藏着 遮着的 而现在我们可以光鲜亮丽的 站到舞台上 来一起共同祝福自己的亲人 特别好 曾经受过的一些压抑 一些为难的 反而现在成了最大的幸福了 关键是九国子们俩 关系还这么好 特别难得 对 一家人啊 这真是一家人的感觉 送上我们最深深的祝福 希望一家人过得越来越温暖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快乐 祝福你们 谢谢评委老师 好吗 再见